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沐洋小沙丸 没有吓到你了 太油拜托 其实我这个耳朵听不到吧 可是异耳 异耳没错 他的异耳是异耳 欢迎回来 接下来要考验你们两个的反应能力了 好 因为毕竟一个脸长一个长脸 到底是脸长的聪明还是长脸的聪明 你们自己觉得呢 你分得出来谁是脸长的 谁是长脸的吗 我只分得出来谁比较不红而已 好 是不是都紧张 想要我们兄弟系长 你们现在是兄弟是不是 不是 我真漂亮 不错 好可怕 如果有人找你们两个 就是组偶像男子团体 偶像不可以 你找我两个不可以 找我可以 你穿的偶像而已 骨子你还是长这样 我不会的 讲真的 奇怪 讲实话 会不会 到时候会不会 因为我们俩现在蛮红又第一名 对不对 不会有人找我们俩偶像 那个人就疯了 除非他太有钱 不然他不可能做这种 那找我们俩组团体 不提偶像 要干嘛 要干嘛 找我们去卖器台 对 那是跟演艺圈有关 比如说就是去 拿碰 那个是台阁以后的工作 龟牙表演 可以啊 可以啊 应该之后会有了吧 有钱赚的东西 怎么会不会看呢 不对要的 龟牙表演可以 可以啊 可是表演那个就是肚皮秀 可以啊 你眼睛一直 就在那边一直跳肚皮舞 什么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什么时候给你们公司解约 你们公司和我们公司 不要在那边乱指 你们两个公司什么时候要解约 我们要解约啊 没有啊 我们要解约啊 对啊 你们公司不错吧 很棒啊 你要不要签往我们公司 我现在约好满 好满 好满是什么意思 你很差 不要听这个 这个不好说 不好说 好 快快快 等一下呢 这边会有个球 好久不见了 是的 然后呢 我们会连接APP 那APP等一下会设定为2P 两个人 好 1P 2P 就想到3P 4P 5P 对啊 这个是那个超级玛丽的那个啊 哪个 大陆的那个 你没看过这个影片 没有啊 他就说他在 他在报导 他在播报超级玛丽 这个时候 游戏一开始会有1P 2P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3P 游戏进去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游戏 超级玛丽 什么 玛丽的玛丽的玛丽 超级玛丽 他就是一直讲这个 假的我没看到这影片 没有没有 你问他们 他们一定都有看过 没有看 他叫什么爸爸 没有人看过 没有啊 他就在播报超级玛丽啊 就没有人看过啊 没有啊 算了 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这样一讲 就会有很多网友现在开始去查 对 等一下呢我们会 我们后来是确定要射几分 我们射500啊 射500分 对 然后反正这颗球呢 如果你破的话 500它就会破掉 改200 不是 改200 200就赢了 到200分就赢了 它过程可能会爆掉 对 过程可能会 然后呢 反正你们俩已经都会玩的嘛 嗯 会吗 会啊 肯定 那我们要先输赢 就是只要重复看你们俩谁先开始 好 哦 因为题目都不一样嘛 我们也不会重复问一样的问题啊 简 我先讲喔 这攸关等一下 最后我们买了三个很好吃的大鸡排 哦 如果你输了就没得吃 好 赢的都随便挑 赢的才能吃 输的不能吃 好 好不好 跟你们脸一样长的鸡排 好短 看得比较长啦 对啊 老实说你根本就不长 我脸不长啊 我是因为帽子 我是台湾长得最像去抓一个人的男人 去抓一个人 我们要准备猜拳了吗 还好打断了 剪刀 石头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赢了 你要先还后 我 抢先还抢后 我 阿翔多久 我后好了 我后好了 你后哦 你后到 你后到吗 对 你后到没错 你OK 他先 开始哦 一开始就爆 我要先咬一下开始对不对 对 好 你确定不问 我要问啦 你是不是觉得对方比自己烂呢 没有 这是诚实大考验吧 对 为什么这么坏 太快了吧 应该是随机的 好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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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咬一下 好 开始 请问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比对防红 对 对 你要再咬一下 不要 对了 他帮我咬了 赶快 今天 台哥离开风神无双 对你来说是松了一口气 没有 对 你 你是不是觉得台哥呢 他其实是非常烂 他会不会太快爆 他太快了吧 他就是随机的 哦 哦 好 好 那刚刚都不算 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 都爆你手上就不算了 对 五百分 对啊 九一点好了 五百分 两百好像太 他间距才会拉长 对不对 他还是乱数 有可能跳舞就爆 好 好 好 预备 好 请问你们觉得 好 换回 请问最近 爆红 快点了 爆红的山珠 你们觉得说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好 快点 好 再问一次 再问一次 请问风神最近爆红的山珠 你们是不是觉得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对 是吗 我觉得他蛮逼命的 请问 香蕉 你是不是觉得阿公真的很懂得吃东西吗 非常懂 因为我都有参考他吃东西 好 请问是不是觉得阿公在玩很大录影很爽很贱 对 哎呦 哎呦 那是不是觉得KID也蛮贱的丢下自己的工作去玩很大 照上讲应该是 哎呦 KID是他说到 因为你的工作本来是先在玩很大才在我们这 他没有丢下 好 哇 请问你最崇拜才 又是我 我讲错话 谁叫你刚刚要讲话呢 快 你看 考试你刚刚那只怪就 这个又保 目光不公平 因为这很难到500分 你不公平都口急了 你 换你换你 他还继续算啊 没有啊 没有啊已经不是报了吗 已经报了啊 你已经报了啊 我只是扣分 但他分所得到 我们看谁先到500分 哦 这样子哦 那我甩了就开始哦 来咯 来啊 来啊 最崇拜台哥哪一点 嗯 幽默感 请问台哥的屁到底臭不臭 哇 老实讲 他还要想 真的很臭 想很久也 这阿公的不在 你要跟他说一句他需要改过的地方 你会跟他说哪里 呃 那个 乃哥以后像是骂我的时候 不要骂那么大力 你问慢一点 这一题我要想很久才会回答 你要不要分数 好 那我要问下一题哦 好你问 你觉得阿公真的有 嗨 看吧 不是问题 我发现完这个不可以那个 就是不可以有对食 不可以贪心 对不可以贪心 抓个大概就好了 对抓个大概 哎呀 这不是我们最爱的 龙甲鸡排 沒錯啦 挪个鸡排 好厚 封锁分出来了吗 分出来了啊 因为什么大家都是那个啊 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游戏坏掉了 他分数也太多了 我们跟他玩别的游戏 玩什么游戏 你们本来要玩的游戏坏掉了 不能玩 那我们跟铁钢石头布 你跟铁钢石头布 就输了 这么无聊的游戏 刚才为了这个是要 我们都在自制测试是不是 对啊 那你把剩下的问题问完好 好啊 那我甩了 好 来吧 阿公一天到晚逼 你们看他裸体有没有觉得很烦 我没看过 好 请问阿公推荐的美食真的好吃吗 每次都在我手上 你手是不是有感应 没有他只是要我把问题问完 这没有办法了 真的很让你 连回答全都没有 对啊 好 那问题问完 憲哥跟台哥哪一个比较强 强喔 哪方面 没有他只写比较强 比较强喔 你不要重办哪一个 憲哥 最近是憲哥 好 紧张紧张 拿比较久一点 不要紧张 再来喔 没有是回答问题 山猪跟台哥你们觉得谁比较强 哇 他问题就这么可爱 山猪跟台哥是什么问的 奇怪 但是山猪比较强 比较强的镜头 对 好 那请问香江你觉得你比台哥还更适合主持外景节目吗 毕竟你现在有一个说是一以上的节目 我比他适合主持神明庙语节目 因为扛叫我怕台哥身体会受不了 我来扛叫 好厉害喔 好棒喔 再来问大根好 如果莫要四超法要走一个人 你觉得应该要走谁 嗯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该走的都走了 以及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不会走 请问山猪跟卡古掉到水里 你要先救谁 先救卡古 这样子因为山猪我拉不起来 我也会自己溺斃 哎呦 你真的很聪明耶 聪明耶 请问台哥 曹大哥 KID 现哥 一定要把一个人丢掉 你会丢谁 把他们丢掉喔 我想一下 丢掉喔 那应该是台哥吧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迟早要丢了 我不如就先丢掉好了 喂 我开玩笑了 是因为台哥知道我这样回答他不会生气 其他人也不会不会生气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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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紧张喔 真的 你没有题目了啦 我过去你就报了 没有题目了啦 好好好 那题目出得非常好 那大哥就不能吃喔 我就不能吃鸡排喔 哇 鸡排好香喔 你跟香蕉吃整块的 然后碎的你可以指定 你的鸡排 OK的 哇 请进 请进 三家大鸡排是不是 跟姐姐介绍有什么 这个鸡排好特别 这个鸡排好特别 这是什么 草浆起司 里面包鸡排 蒜味鸡排 蒜味鸡排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这两个鸡排 分别是有名在哪里 所以这鸡排你刚刚不是吃过 这鸡排给自己吃喔 你怎么吃 他刚刚七点做到 他已经吃六块 他吃好多耶 真的假的 可是你们要跟我讲 这两家特色 因为那个 蒙仔鸡排我知道 蒙仔鸡排我们都知道 他厉害在哪里 我来介绍 那个爆料 爆浆鸡排 就中间夹了一块起司 然后是时候坎西 然后配合起司的香味 增加了口感 你讲一口好想吃喔 好有点爽度 然后另外这边是 饶椰是很好吃的 蒜味爆葱鸡排 爆葱 我看到它很多葱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葱很香 它的葱很多 它那个很像 就是咸酥鸡的那种爆葱味 我比较喜欢吃 这种比较好 重口味 真的 所以我跟香蕉都是吃一整块的 然后这种小碎的 就可以请工作人进来吃 连碎的都不给我吃 那我先问一下陈百祥 你自己吃过了吗 我吃过了 那如果你的排名 你会给哪一个最后一名 我不能在现在 爆姜 那你会询问我们现在吃哪一块 爆姜 爆姜 吃蒙甲鸡排 蒙甲鸡排喔 我要吃辣妹 蒙甲我吃辣妹 你吃那个 海苔吗 我们吃辣妹 这个是海苔 海苔 我觉得蒙甲鸡排根本就不用介绍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蒙甲鸡排真的是很好吃 蒙甲鸡排真的是很好吃 我们这个鸡排 天才运动 诺哥 诺哥 你知道诺哥现在不能听什么歌吗 诺哥现在不能听什么歌吗 诺哥现在不能变成魔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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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分喔 这个鸡排 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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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诺哥 有诺哥 那你之前吃过蒙甲鸡排吗 有诺啊 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他 好好讲喔 我觉得他跟我之前吃 我之前吃 我是很喜欢吃那种脆皮的 就皮越脆然后越厚越好吃 它这个几乎都是肉 然后它的肉是那种 有点类似鸡腿肉 不会老 咬骨头不太多 这是很难得吃到皮薄的 还可以这么好吃 对啊 而且它皮薄的 可是它还是有点碎 有點脆 然後重點是它的水分都沒有被榨乾 那個水分真的是從那個肉裡面 肉汁噴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做的 重點也不會死鹹 怎樣 我覺得大根好喝也都不能吃 你知道猛傢伯現在還有幾家飯店嗎 幾家 幾家 我怎麼知道 飯店 我在問你們幹嘛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新莊中間開了兩家 新莊就兩家 新莊兩家 農哥真的是 淡水也開了兩家 淡水也是 農哥上次問我說 天道最近工作還好嗎 我說還OK 怎麼了嗎 你要不要跟那個什麼山豬 什麼義祥 大家一起開一開嗎 對 就加盟一下 義祥也創了25萬 對 這是第一個猛傢雞排 我要吃那個爆漿 我不要吃一大塊 因為我覺得要留給大家吃 我吃這樣子一塊的好了 那我就這個吃很快的 然後其他也是 哇 坎西 你看 哇 坎西 我沒有吃過雞排 我吃這塊好了 起司 對 我好想要吃 而且好燙 對啊 為什麼不給 不是 這雞排好吃 坏好吃 你看我的手有多油 對 你不要怕胖 你就吃不怕 我怕啊 雖然是我寫真書拍完 你沒關係 這是不是雞排界裡面的銀絲卷 好香 真的耶 很像聽起來沒有美味 我好可憐 從來沒吃過這種口感 而且它跟猛甲拼牌的差別是在於 它的那個 猛甲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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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個炸法 的那個外面皮好像 你看光是顏色不太一樣 它比較像我們吃那個鹹酥雞 鹹酥雞 那種一塊一塊炸出來的顏色的 這個不是走脆的路線 對 這不是走脆 可是它也是皮超薄的耶 它是走那種滑順順口的 你不要打個電話用聊的就好 你不要靠我一直講這個 這個太沒有禮貌了 也輸了嘛 你不能吃看你口聞吧 走開啦 走開啦 不要用啦 正常來講我不能吃東西 別人也別想吃 你吃我臉幹嘛 你要不要吃不完 好用心 好用心 它怎麼用臉 退 我美食吃我開心 可是我想問一下 各個的價錢 不便宜 像是萌甲的貴 貴 不方便這樣 不方便這樣 我們要那個啊 我們要跟便當一樣 如果你要評分的話 你要告訴我們價錢 這樣我們才能比誰的CP值最高 你要有五星的那個 對啊 因為本來就要比這樣才公平嘛 我真的很可憐 我每一次玩遊戲 都沒有吃到東西 你可以幫我拿綠長嗎 在下面 那個萌甲雞排是65 中間我們吃的這個 有夾起司的 是75塊 不便宜耶 75 65 這個這個是55 75 65 55 75 65 65 65 價錢等一下兩星結果 什麼價錢兩星結果 過半 沒關係 可以給我們多個人來解釋 所以你先指定一個 我先請那個郁翔好了 因為我剛好一眼就看到他 你給我叫他捅鞭 捅鞭 沒關係啊 這樣子大家都不知道他捅鞭 你捅鞭喔 我喜歡夾手 你先吃這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他們說什麼 永和夜市裡面的蒜香雞排 為什麼不給我吃 蔥蒜香 為什麼我不能吃 你們說過四千年要幹嘛 百祥要漏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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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祥過四千年要漏奶 那很怪你們這樣是 霸凌彈障 那會很壯觀的畫面 一鍋四千年他要漏奶對不對 他一漏奶馬上要掉回四百人 所以就吃快了 比我們兩個人家還招 還招 玉翔你還要再吃第二個 你要吃三個 你要吃三個 你要投一個 你不要生太爽 他就忘記要投票這件事情 雖然湯也很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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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屌 那卓卓你來吃 我跟你講 小燕 這是誰 請講 你爸爸文明哥很屌 很屌 這雞排很屌 這雞排很屌 這雞排太屌 太屌 什麼太屌 雞排太屌 七個 七個法樣 七個法樣 很屌 文明哥玩那個直播 他都從這裡拍 那種話 對 就這樣拍 好 好 很屌 這次太屌 我們還很多 什麼太屌 很屌 為了不要讓大根覺得難過 一直拔在眼前 你也來吃一下 很屌 我們大家一直吃 大哥台生自得起的 很屌 你拿就定位好了 趕快一人趕快拿一下 你看他拿那個衛生紙 這裡 大根 借過 怎麼借過 都給你過 每次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說已經把三家都吃掉了 什麼家都吃掉 我都吃一兩口 每次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要評分 我都沒有得贏 要拿三塊 一盤啊一塊 要比三個 三個你要投票 而且我發現 香香你今天根本就是來騙吃飯 泡麵你也吃完 雞排你又一直吃 你幹嘛 你平常抬轎是不是很辛苦 對啊 平常沒有每天都抬轎 我也平常每天都抬轎 還有誰沒吃 最辛苦的 龐大 我最愛的龐大進來 他剪掉 剪到血尿 真的假的 剛剛觀眾還說 你怎麼不把它剝完 好過分 你們不要欺負龐大 你們不要欺負龐大 你怎麼撿不完 人家沒有收到一塊 沒有收到一塊 三個 可惜 龐大都已經 對啊 龐大都血尿了 痴瘡也要爆裂了 你們不要再欺負他了 謝謝 他也不要亂講 他我搞錯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還有 我覺得還可以帶一個人 這裡 在旁邊 你 你都不能吃 下去在哪 他在忙 大根吃優格 我們就快送出去 他快抓到了 我也想要評 我跟你講 其實真的 我很會評雞排 因為我怕他聽不到 我很會評論雞排的好與壞 你們這讓我吃吃看 一個一塊 你把它都放在同一個 不好意思幫你吃 人多力量大 你把它集中在同一個 對 各拿一個 我幫你拿 我真的很會 所以你告訴姊姊 你幫他剪的精華是哪一個 他剪很多個 我之前有跟他聊天 我有 我都默默有跟他聊天 我說真的 謝謝 我不好意思 大哥我已經做給你了 他也這樣欺負你 我也沒辦法 算了 我好難過 我不要 我不要吃了 你吃一整塊的 我不要吃了 你吃一整塊 不行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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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嗎 那也是啊 這是本來是給我們吃了一整塊的 不要不要 真的不可以 光吃外面帶著油 你就滿足了 哇 你看 超多蒜 可是老實說 我覺得你們很厲害 你們找了三家的雞排 都是味道不一樣的 是 對啊 所以我說很厲害 你還沒有宣佈 今天是決定王者之後 決定王者之後 對 今天來王者之後 下一個禮拜一 我要帶那個 我自稱 全新莊 最屌的 夜市雞排 來跟他宣展 它是我介紹過 所有雞排裡面 跟大家推薦 每個人吃完之後 都丟刷的人 丟刷那怎麼吃 丟刷就算中暑的 沒有啦 丟就是新莊 我再也不吃別家雞排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他是探考雞排 在新莊 我跟你講 他阿姨開的 你阿姨開的 我阿姨沒有開 阿姨要賣雞排的 不是啦 看你的阿姨 演虎姑婆對不對 阿姨演虎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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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每晚節目都一灌到這邊來 好不好 這個是夢想雞排 對啦 要拿去禮拜一跟大家 B&PK 快點吃啦 我吃吃看 我吃一顆雞排 皇冠不要罵我 你走不出來 沒有人知道你在學諾哥 香蕉你先說一下 三家雞排 你最喜歡哪一家 三家味道都不一樣 他還問你啦 他還問你啦 我現在雖然 我現在雖然 三家味道都不一樣 還問你 我現在雖然 一直吃諾哥這一家 可是我心在 起司那家 真的假的 嗯 太粗了 我平常 我吃一個起司控 我平常吃東西都要配起司 所以你愛吃起司 起司蛋啊 那個漢堡起司蛋 什麼都要配起司 剛剛吃這個 我第一次是吃那種 起司配 起司是這個嗎 對第二個 不能講到什麼 你就吃什麼吧 你繼續講 你要吃的啦 等一下 我要講完了 好啦 我能不說他真的滿油的 他很油很油 其實你要排前三名嗎 對 要排一二三名 可是你也可以一直跟我講 你覺得最棒的就好 但是等一下是採取投票制 哦 不用那個指名道姓就對了 太屌了 不用指名道姓 我一吃起來起司 全部都沒有拿出來 通的 起司都在那邊 他沒有起司 就沒有靈魂了 這個是這樣的 那不然你們講一下 你們覺得最棒的 你們自己吃過最棒的雞排 在哪裡好了 也在 因為我吃過很多 是山豬帶我去的 在饒河夜市 有一個超級超級超級長 真的是很長 你是不是喜歡長跟一點一樣 比我臉還長 真的 真的假的 我跟你們講 袋子在這邊 他到這邊 你吃的是那個冰淇淋嗎 不是 是真的 超長冰淇淋 我每次 因為他是十二點關 我每次半夜十一點的時候 跟山豬過去 老闆說抱歉收了 下次請早一點 那多少錢 如果他賣一百五的話 這麼長也是應該的 六十五 算還OK 六十五 對 重點是 我十一點去 他說賣完了 下次請早 然後我下次十點半去 他也說賣完了 可是我一直拉很早去 都沒有 不是他純粹就不想賣你而已 很像是這樣 你是不是那個 那個香蕉跟那個山豬 不好意思 沒有啦 那他特別在哪裡呢 他就是一般雞排嗎 只是很符合 剛剛很符合你的胃口 我覺得 他的肉有經過特別處理 非常非常嫩 嫩到我覺得加工 蠻嚴重 我沒有說哪一間 加工蠻嚴重的 可是我很喜歡吃 加工過的肉 會變很嫩 你知道其實有些 有些 有些不是說很高級的牛排 它是主殼的 可是我超愛吃 那個口味 它就是屬於那一類的 然後很名獎 賣得很好 這三家七排 我大概已經知道 哪一家很好吃 哪一家 你覺得 你都吃了 我都吃了 剛剛玩遊戲 玩成這樣你都吃了 我們節目本來就是不公平的節目 對啊 我們節目就由他帶起 所以都不公平 就是來耍賴 大家就來耍賴 對啊 場外已經有投票了 目前 我現在就公佈你們場外了嗎 猛甲雞排獲得了四票 然後蔥零票 起司一票 起司是誰投的 也是起司控對不對 對 也是 他是討厭嗎 是哪一家 討厭 討厭 農哥 他上次要加膜 被人家吃了 討厭我 好啦 那大哥呢 你吃過最好吃的雞排在哪裡 在西門町 西門町的哪裡 就是炭烤雞排 從小上 那太好吃了 在哪裡賣 西門町哪裡 在電影院附近 那都是阿嬤在賣的 我好像知道哪一家 那個有夠好吃的 炭烤雞排 我一吃之後 我宣傳出去 他現在就是每天都是人 你就買不到 你宣傳 再也買不到 你跟誰宣傳 我拿大聲快門口喊 這樣宣傳這樣 然後每天都是人 真的 太好吃了 而且他雞排只要60塊 我那個時候吃的時候 現在可能長到80了 對 超級好吃 我現在帶他的炭烤雞排 來PK你的炭烤雞排 跟你阿姨賣的炭烤雞排 不是我阿姨 我舊公 我舊公 喂 好 對 我吃的也 我最喜歡吃的是炭烤雞排 就是他已經先炸過 然後再烤 烤雞排 烤焦不得了 真的好好吃 那個香味進到肉裡面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吃起來不怕油 適合吃重口味才那個 可是你會去吃雞排 就代表你本身口味比別人重 對啊 因為雞排就是一個很重口味的人 油炸成這樣 不然就吃雞肉就好 吃白斬雞就好 你就過水就好 對啊 講得也對 有道理嗎 對啊 你怎麼會知道口感 你剛剛不是說 怎麼樣 我剛剛有 我剛剛不是說我們節目是一個Live節目嗎 一直 那個灰損自己節目 我一直想站起來 我是不是被椅子給控制住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想到站起來這樣 然後整個人被夾住了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後面 他那個整個衣服包到那個影店裡 站起來 好 好 我說這個 猛獎雞排真的是好吃在他的皮跟肉 就是 一個雞排 而且其他他的肉應該有做過特殊的處理 他講的有點怪怪 因為雞排 皮跟肉跟骨頭 骨頭不能吃 你剛剛做好吃的那個嗎 皮跟肉 皮跟肉 你怎麼講 對不對 我還沒講完 因為他皮跟肉 不會黏死死 所以有些雞排 都裹本上去之後 炸完之後 皮跟肉會黏死 沒錯 他這個皮跟肉就會分開了 所以口感會很好 那起司的話 就是起司控的人會喜歡吃 對啊 但是他就會有一點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沒有實實的 他太油了 然後那個 鹹酥雞那一盤的有沒有 比較重口味那一盤 其實感覺就 其實蠻普通的 你有吃到嗎 我有吃到 就一般的 就很像是一般的雞排炸完之後 然後就炸完之後 然後放了蔥跟那個蒜 只差沒有九層塔了 對啊 我們下韭菜也不錯 的確是這樣沒說 對 所以 我個人 你剛剛已經投票了嗎 還沒 我們三個都還沒投 好 好 那我先不投 好 那反正現在外面我們統計的成績 就是 猛甲雞排是四票 嗯 然後那個聰明票 然後跟最後的那個 起司是一個 一票 那我現在我投我的票 好 我還是選擇猛甲雞排 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起司大概是很特別 沒錯 可是它太油了 然後 它光是那個油 你看它的袋子 它下面整個都透 對 太油了 其實女生就是本身吃雞排 一定是罪惡感 很深重 那它又油成這樣 而且又加起司 我覺得對我來說 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對耶 我這個拿在手上 完全不用插手 對啊 你看猛甲雞排 都是乾的耶 我看 這好像在製錄一樣 可是我們沒製錄 是喔 因為他們的那個 那個力油的程序做得很好 炸完之後力油很好 再來是他們的袋子做得也不錯 比較好 比較貴一點 成本比較貴一點 弄不穿這樣 對啊 而且我覺得 魔甲雞排其實我 近期吃了很多雞排 我發現它的肉生的 是唯一我吃過 最厚的一家雞排店 真的很厚 不老不乾 對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知道 它的價錢是65塊的時候 我一定有嚇到 是 因為我覺得太貴 可是後來我發現 它的肉很厚之外 你看它多大一片 我已經吃掉三分之一 它還有這麼大耶 我就覺得它其實是 CP值真的還蠻高的 對啊 很大 而且它現在排隊都排得很滿 都等很久 都能去西門町 然後都等超久 你就要像這樣 嘿好 嘿好 它就會賣 對不對 它會用怎樣 因為NO哥它是一個 我真的沒有廣告意思 因為NO哥我一定分析的 他是一個非常有 腦袋的生意人 所以他不會隨便 就投資一個隨便 來入不明的雞排店 所以他這雞排 他一定是想了很久 他覺得OK才會去投資 所以這個雞排 絕對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所以你第一名給萌甲雞排 所以我第一名給萌甲雞排 所以我第一名給萌甲雞排 講到他一個萌甲雞排 因為我是個萌甲雞排 因為我是個萌甲雞排 果然沒有 我也不怕油 耶 耶 耶 但是NO哥的雞排 是蠻好吃的 對 他說我還是第一名給萌甲雞 我覺得萌甲雞 就是變成吃點心 然後這個可以全部吃完這樣子 萌甲雞就吃一個口感就好 是 因為我也是因為你剛剛說 太油了 如果一整片吃完 我可能會怕 一個月都不敢吃 然後如果說吃兩三口 再配這種剛好的就OK 你看我剛剛一直誇獎起司 結果我手上一直拿這個 所以你第一名要投給萌甲雞 第一名喔 嗯 口味我最喜歡起司 起司好吃啦 所以你投給起司 所以你投給起司嘛對不對 對 擔心太油而已 我問他們兩個 喔對 還有你們兩個耶 對 那你們兩個 你要投給誰 我應該會投給萌甲雞排 萌甲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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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甲贏了喔 是 NO哥其實我是想投給萌甲的 只是我那個起司 我覺得他也蠻可憐的 我覺得投他也漂亮 沒有NO哥那個剪彩開幕 不用找他們兩個了 應該聽得出來 是誰比較支持你 我們都支持 NO哥沒有要找我們剪彩 要找我們加萌甲雞排 他只要找我們開店而已 可是我覺得萌甲雞排 他會把整攤帶過來 他要代表那個炸 不可能 因為他那家正太麻 他一點都不想要讓大家去幫他打廣告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也沒有要幫他打廣告 就是來PK而已 沒有 就是我的意思說 節目要去採訪他他都不要 真的喔 低調做事就算亂了 對啊 我們現在要公布我們怎麼把他帶過來 神秘的方法 我們去外面出外景是不是 沒有 就你7點先開嘛 然後威力去買 這拿生命啊 所以威力起來8點多的時候 要做任何人 這不是很正常的流程嗎 好像都是這樣 沒有啦 威力那個啦 威力6點就可以去到那邊 然後買完剛好再回來7點 他如果威力是去 然後他叫一個iPhone 然後是FaceTime 然後小視窗在你的節目走下來 大家就會很期待他們 對 然後他一進去就用雞將法 你雞排好難吃喔 怎麼樣這盤好爛喔 不敢跟我們比對不對 這盤超爛的 然後先不然吃 然後整攤就帶過來 我想了一個笑話 那如果說威力開車去的話 那油門誰踩 誰踩 威力踩 我們去聊不看的話 我們去聊不看的話 這樣很難收 不是很難收啦 你看我們怎麼收這個節目 剛剛好過要結尾了 你最後交給你一個BBOX 對喔 你不是要收我為你最屌頭的那個嗎 學生嗎 學生學會的話就是最漂亮的土地 你會那個對不對 哪個 布娃娃布 要布娃娃布 不過你會了對不對 交別的 好 娃娃布 那一樣 那個如果說他以前那三國時代 你是一個官兵 那個等一下再聊 你是一個官兵 我忘記了 你是官兵 然後你要去補那個水師嘟嘟大人 你要去補他 可是你是官兵你會怕他嗎 你想補他你又怕他 補嘟嘟怕嘟嘟 就是一個口音 你知道嗎 啥啥啥啥 對 嘟嘟怕嘟嘟 嘟嘟怕嘟 嘟嘟怕嘟 嘟嘟用嘴唇唸 嘟嘟 對 你看我試試喔 嘟嘟怕嘟嘟怕嘟嘟怕嘟嘟 嘟嘟怕嘟嘟怕嘟嘟 嘟嘟嘟嘟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不要吵了 你都你的口水大家還吃個屁 這個都我的 好 你試試看 嘟嘟怕嘟嘟怕嘟嘟怕嘟嘟 嘟嘟嘟再換 嘟嘟嘟 嘟嘟 嘟嘟 那你用嘟嘟嘟就好 嘟嘟嘟 嘟嘟 我配合你喔 5 6 7 不是 5 4 3 2 1 Let's go 嘟嘟嘟 嘟嘟嘟嘟 嘟嘟嘟 你要怕嘟嘟 怕嘟嘟 我是嘟嘟嘟還怕嘟嘟 嘟嘟嘟怕嘟嘟 你不是用腳的嘟嘟嘟就好了嗎 嘟嘟嘟跟怕嘟嘟 對 那嘟嘟嘟再怕嘟嘟 好 3 2 1 Let's go 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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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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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低音版 Let's go 嘟嘟嘟嘟 等一下 我怎麼覺得是我在開玩笑 而且我整個臉都紅了 好熱喔 你整個臉都紅了 我整個臉都在口水 我整個嘴都乾了 上來有沒有學起 沒有 很難耶 哪有可能學這麼快 你當時我Beboss要開課 我都會沒人來上課 不會 我 我比較笨 我沒有什麼 下次 下次你就直接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你就說 好 沒有問題 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學一套 表演給大家看 很厲害的 大概在2018年的時候 我會做那個 木曜寺的上面在展出 對 2018年 那個時候展出就是 他當選2018年年度 宅男過氣女神的時候 而且還在 公司 不就是 我們是女的 這用Beboss表演是不是 好 我們節目是不是要那個做Ending 做Ending嗎 還是一路錄到11點 我們未來大哥回來好了 如果他回來是不是要 正好在外景去接機接她這樣 因為我好捨不得今天做Ending 因為台哥阿公不在 我們家裡沒有大人好開心 最後一次在牧妙市這樣吃雞排 因為阿公是不是吃炸的都很好 對耶 對耶 臭老人 臭老頭 你聽說你叫我們不要吃炸的 搞什麼啊 他不吃炸的根本影響到我們 對 剛我們聽說我們想吃炸的 我們好愛吃炸的 奇怪 我就喜歡吃炸的 我就喜歡吃香菜怎麼樣 香菜就很好吃 它怎麼樣 欸 香菜不好吃 是不是想錄下來 想錄下來 沒有 我真的很討厭吃香菜 沒有 香菜超難吃的 炸的我們都不要吃 這些東西都不吃 這誰買 這是雞排 這是四高級的 但是會胖嘛 雞排會胖嘛 只有要吃嘛 補噸劍 isa 謝謝大家這邊玩的收看 我覺得今晚中還有劇情 我們給大家收場晚安 晚安 underst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